好 我们看SPM2016的Line of Best Fig的题目 他这一边他有两个variable xy 然后他们的关系是这一个 pq是constant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的那个题目告诉我们 block这个 xy 这个是我的大y again x square 这个就是我的大x so 2cm5unit 2cm2unit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那个xy 还有x square 怎样 我就全部一起 乘x 乘x 然后我的xx这边就越 所以我就有xy等于 2px square 加q 这个就是我的大y 这个就是我的大x 我的gradient 是2p 然后我的q 是c 好 在这一边 我们是要xy跟x square 所以我的这一个地方 我们就有这一个东西 我的x square呢 就149162536 我的xy呢 1乘3.163.1 然后2乘这个2.3的话呢 那就变成4.6 然后3乘2.33的话 还变成6.99 然后接着4乘2.35 我拿到的是9.4 然后5乘2.72 这个我拿到的是13.6 6318 OK好 18.0 这一个我把它变成7.0 小数位一样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说 我的这个是2000 5unit x square的access 20005unit 然后2cm 2unit 是for他的那个xy的access OK 所以我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 的 这一个东西 我画之前呢我都会 先 阿嘎阿嘎一下 假设我这一边我有0 5 10 15 20 25 30 35 不够 他这一边有到36 所以我这一边 0 5 10 15 然后这个35 40 然后2000 两unit 假设我在这一边这个是18 然后 16 14 12 10 10 然后8 6 4 4 2 0 这样 OK 好够够位置 嗯 他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是越来越大对 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在这边我就画 这个是我的x轴 OK 然后 然后 我就有 0 然后 2 不是这个是5 10 15 20 25 30 35 x Square 然后 这一个我们这一边再给他画上去 OK 他这一个会是等于 哪一个 这边再跟他画上去 OK so 这一个是我的 xy so 我的xy这一边他就 2 4 然后 过后 就 6 8 10 10 12 然后 就 14 16 好 18 so 1的时候 xx是1 然后3.1 1 3.1 然后接着 4 4 4.6 4 4.6 4 4.6 9 7.0 9 的时候 7.0 9 7.0 7.0 2个 对 然后 16 9.4 16 9.4 16 9.4 2 5 25 9.0 13 9.0 13.6 10 6 9.5 6 6 0.5 10 6 7.0 8.0 8.0 8.0 7.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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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0 8.0 我偷偷教大家两招完凑的方法 第一招完凑的方法是 我发现SPM的pass year 他只要经过第一个点跟最后一个点 他就是line of best fixed but for 这个case不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移到他尽量经过多的点 ok 然后他又会是上下平衡的 上面两个点下面两个点看起来好像不错 可是呢我自己本身呢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呢还有另外一招完凑的方法 so 第一招不work好不用紧我们用第二招 第二招呢 有一些厉害的老师他知道这个招数 所以我看过槟城的trial exam的schema 他就有在那边写着 如果学生的答案是这个value的话 直接给他错完整理 因为他是用计算机 ok 但是我只看过一次过后我要找回找不回 ok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第六个statistic 你要找回570ES 新加坡 然后或者是570MS的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那边找 ok我现在就专注在一打查的罢了 ok 接着你就选第二个 第二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们正常是y等于mx加c so 所以他在这边的时候 你看y等于mx加c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的a其实是y intercept so 我的a其实是y intercept 我的b其实是gadian ok y等于mx加c嘛 然后我选了第二个 然后我选了第二个 他就给了我这个table 让我去填 so 1 4 9 16 25 36 然后接着3.1 4.6 7.0 9 9.4 13.6 18 你keen完这一些value之后 ok 你keen完这一些value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都按ac 你按了ac 然后会出现在这个 ok so你按了ac之后它出现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按option 你按了option之后呢 他就会有这一些东西 so这一个是optn option 然后你按了option之后呢 他就有regulation calculator 的这个东西 第三个 你就选3 然后那计算机就会很厉害的 直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表 这个表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表代表的是 他的a是2.87 2.87这样我就知道是2.9哦 so我在这一边 我偷偷标记2.9在这边 2.87 2.9 是我的wide interface 然后我最后的那一个是36嘛 so我就在那边或者是我要更漂亮的话 我就拿40 ok我就在这边我就按ac了我按40 option 下一面 下一面 的这一个regulation 第四个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选widehead so widehead是第五个 然后他就有40widehead 然后你按等一 他就给你19.77 19.8 40的时候他是19.8 40的时候是19.8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两条线 ok连接起来 ok line of best fix 你的学校 你的那个chemistry 还有你的那个physics 如果你有做experiment 你的老师就会教你们画line of best fix 就是上下摆 然后让他经过尽量多的点 ok 可是你以后去到大学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line of best fix呢 他其实是可以算出来 然后他怎样算呢 你不用担心 呃 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知道 但是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 我用计算机 他可以直接给我 算到他的A跟B 那gradient跟他的find the set 所以我将用一种玩臭的方法 我将把刚刚这两个我找到的点 连接起来的时候 你看他就 上面两个点下面两个点 经过两个点 漂亮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啊 玩臭的 说 我知道了 ok 他的这一个 wind the set 是 2.9 所以2.9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就是说 他的这一边就有 那一个 0 兜号 2.9 我就直接拿到我的那一个 Q是2.9 好吧 嘿嘿 等下啊 我这一个是Q per 5 我这边写错了 所以我的这一个Q per 5 会是等于2.9 所以我的Q会是等于 那一个2.9乘5 然后拿到的是14.5 ok 他那边给的是15 啊 相差一点他接受了 然后接着我要找他的P P的时候呢 呃 我的这一边 你来到这一边他 最后一个点 最后两个点之间 你找一个比较漂亮的号码 ok 因为我们要尽量大嘛 所以let's say我拿这一个点 这个点是多少呢 这个点 刚刚这一个是35 50 15 20 25 30 35 然后 17.6 35 17.6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说我有35 17.6 35 17.6 所有的Gradient 这边是17.6-2.9 除35-0 然后这一个会变成2P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17.6-2.9 35 然后0.12 所以我的P会是0.21 对0.21 漂亮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刚刚我找出来的这个Gradient 嗯 0.12 看到吗 这一个其实是他的C 这个是他的Gradient 然后我们的这个RegrationR呢 他会靠近E 如果他向上的话 如果他向下的话 他会靠近-E 代表他是Strong Regulation 然后或者Strong Negative Regulation 然后如果他每一个点都会动完的情况之下 他会直接给你E 或减E ok 所以说这个是一种玩臭的方法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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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